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款简单的家常饼做法 外酥,内柔软,凉了也不会硬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倒入普通面粉400克 放2克的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5-60度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400克的面粉加入300克的温水 全程用筷子搅动 搅至粘稠一点的面团 我们先不要着急给它揉 先饧至10分钟 面团饧至10分钟 这时候我们可以上手揉面了 放一些干粉 然后把面串起来 经过饧至的面团已经变得不那么粘手了 看一下,很快面就能揉成团 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 继续饧面3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油酥 2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40克的油 搅拌均匀 调成这样稀一点的油酥备用 按板炸干粉 取出饧好的面团 看看这个面团醒着的特别软 这个面团千万不要揉了 搓揉会使面起筋 做出了饼就不够柔软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分成四等份 做好的面剂子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薄片状 擀成这样的薄片状 面片的表面另一层油酥 用刮板刮平刮均匀 然后从一边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 拽住两边轻轻拉长 按压排出里面的气体 从一边卷起来 尾部按扁 放在底边 这样就可以了 取过第一个做好的面剂 直接按压扁 擀成圆形薄饼状 饼的厚度跟大小 要根据自己家的锅来决定 平点锅预热刷油 油热后放入饼皮 烙至饼皮的表面变色 刷一层薄油 然后翻面 翻面 翻面以后 转动饼的边缘 让饼受热更加的均匀 烙至饼的表面微微鼓起 再次翻面 翻面以后继续转动 让另一面更加的受热均匀 烙至饼再次鼓起 看一下 鼓起大包 两面都变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出锅 家常顶就全部出锅了 看这个颜色 想不想吃 有没有食欲 要多软有多软 看看这柔软的程度 撕开看一下里面 层层叠叠叠 看一下 层次既丰富又柔软 想要烙好这个家常饼 海煎总结了三点 第一个 从面粉说起 面粉不需要高筋粉 饺子粉 低筋粉 通通不需要 只需要标准粉 最普通的中筋面粉 一般我们买面上面写的标准粉 或者富强粉 第二点 火面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软软软 新手100克面粉 我们可以添加65克的水 老手呢 经常做饼的人 可以添加75克的水 第三点就是烙饼的火候 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中火或者大火 如果小火会把饼烙死 出来的饼会又干又硬 您学会了吗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我们下期见 拜拜